在開始之前 先祝大家 中秋節快樂 每逢中秋佳節 大家都會選購禮盒 拜訪親朋好友 阿翔 嵐嵐帶著楊繡惠等藝人 來到新莊的 唐寶寶庇護工廠 親自體驗禮盒製作過程 要切斷 要切斷 這個不只對我們的寶寶很友善 也對老人家很有善 說什麼 不是 就是你都知道怎麼做 他們欺負我 她說不是老人家 我也是老人 唐寶寶 凱莉貓幽默回應 逗得全場哨翻 身為資深餅乾師傅的她 更帶著大家動手做 為了讓每位唐寶寶 能夠有效率的製作 廚房內有許多特別的輔助工具 擺在這裡的話 因為烤盤要進去烤 我們的烤盤師傅會說 你要有間隔距離 但是你用這樣講 他們不是很容易去半年 空間感沒有辦法 因為它就會在那邊調來調去 所以我們就一個蘿蔔一個坑 品嘗味美味的餅乾 藝人們也帶著他們到戶外運動 這樣你也會 這樣 對 這樣 好愛 你看這個胃膚 跟著音樂節奏擺動 充滿自信的模樣 相當帥氣 錄影錄到一半 躺寶寶的家人特別來探班 在電影以後就把寶寶帶回來 然後就忍不住了跟我講說 可能是唐寶寶 離開醫院的時候我就說 只要你有一口氣在 我會照顧你一輩子這樣子 養你一輩子 這是媽媽的使命 不管你的小孩子不一樣 聊起唐寶寶的與眾不同 生活難免比較辛苦 索性有基金會的協助 讓唐寶寶也能有謀生的能力 不自暴自棄努力生活的精神 讓人相當佩服 民視新聞 掙不倒 這個 legisl Rings 當樹立蔣 阿菱 現在